那但您看到了 國民黨立委羅庭偉今天透露 說昨天收到了民眾 在Instagram上的死亡威脅 捷音聳的用語令人毛骨悚然 那麼目前他已經報案 交由警方調查當中 非常無奈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絕對不是第一個 也絕對不是最後一個 立法院已經發生多起立法委員 或者是許多的網友 在網路上留言恐嚇 甚至是有相關的留言信件 台灣是言論自由的一個社會 我們保障全體國人都可以言論自由 但不代表威脅恐嚇 我也做人的兒子 做人的父親 我們當然慎重其見 所以去報警 希望警察能夠保護我們的安全 更能夠將這個留言 要我們使這樣子的一個恐怖言論 能夠將其逮捕 認為三寶爸的羅廷偉 呼籲警方趕快將人繩之以法 那麼目前警方依規定受理 全案依恐嚇罪爭辦當中 侦入調查 留言者目前已經刪除了該則留言 但是警方已經截圖備份 並且掌握鎖定了留言者的身份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